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晚风 簇拥着青山 学习堂新招募了一个杀手 我让你带着他 秦明啊 没想到啊 以你的能力居然被他定了烧 他是跟踪你来到的学习堂 他就是你新带的徒弟 吴宇 你们仕途二人再好好熟悉一下 师父好 我们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梦辰 你怎么在这儿 跟我回家 快来跟我回家 梦辰 哦 那日在布行门口见过一回 是有几分相似 只是没想到 你这个当哥哥的 也会认错啊 师父 那你觉得 是我好看 还是你妹妹好看 到底有几分相似 你细瞧瞧 我也很好奇 既然这么相似 那师父 也把我当成妹妹的 好不好 你不是王臣 我倒小事呢 我倒小事呢 有哥哥疼 有家可归 倒也不用孤苦伶仃 艰难讨生计了 师父 师父 你介不介意多一个妹妹啊 哥哥 我很乖的 从明天开始 血济堂需要你的时候 自然会召唤你 在后面 能你爱上我 我自己去 可能 是不是 你 那我 要是 可以 着 水 快 薛姬堂到底什么意思 不是说好了不问来处 不寻身世 为什么跟踪我 若是实在信不过我 要杀要剐 悉听尊病 这跟薛姬堂没关系 那就是因为我跟踪了师父 所以要来探我底 好拿捏我 还是说 师父 对我有别的想法 他们说 泪质 是你这一世的苦难 在脸上发的牙 有泪质的女人 注定孤星如命 扶贫一事 你是这儿的戏子啊 爹娘早亡 便流落之戏斑 为什么进我们薛姬堂啊 当然是为了赚钱 我想熟生气 远走高飞 那你可知道 我们薛姬堂是拿命来赚钱的 知道 报仇封后就行 很危险的 那师父 你可怜护着我 你渴望你陪伴 他真的不是孟臣 走 甩 收 衣袖 行礼 姑娘聪慧 学起来是真的快 我还要谢谢你呢 巧妹姑娘 愿意把这身份借我一用 姑娘别跟我客气 当日若不是你仗义出手 我们戏班 怕是已经被歹人给劫了 不过姑娘这是要做什么 做什么 嗯 我要做哄妇女 敢仗义旦 静过好戏 过安城 走 谁指使你来的 跟踪而来 跟踪谁 来这什么目的 我要是 我要是看见刀就怕了 还怎么敢自己上门要做杀手 你想做杀手 嗯 梅姑娘 准备上台了 知道了 来 来点花生花子吧 梅姑娘来不过来了 梅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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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孟晨 孟晨 哥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没事 我就是看你 睡没睡着 我早就睡了 等了你一晚上了 对了 厨房里有我做的红豆糕 你要不要尝一尝 不过可难吃了 本来想等你回来教我做的 但你一直没有回来 我就自己做了 你自己做的红豆糕啊 你要想吃的话 你去跟哥说嘛 哥给你做 好 那可我先去睡了 好 那你快去休息吧 嗯 一万三 三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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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 梦 没事吧 为什么不懂 师父这么关心我啊 先不用练了 我带你熟悉一下血继堂 跟我来 这些都是血继堂杀的人 血继堂虽然是杀手堂 但绝对不会滥杀无辜 这些人害人性命 贩卖烟土 占山城王 看来都是罪有应得 每一个任务 我们都会查清楚雇主和他们的罪行 那这三人何罪 下毒残害村民 那又为何分支 这个任务的雇主失踪了 而且这也是我 一直没有完成的任务 是你的任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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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任务的雇主 哪里 心若惆怅 想你就要看月阑珊 爱若心寒 银行铃铁渴望你陪伴 无声无怀 愿爱不留传 无遗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